地铁站人潮汹涌 几乎快要不能呼吸 有民众当机立断 破门而出 才让旁边的人松口气 人都挤不进去了 还是有乘客硬要搭电斧梯 结果有人不小心跌倒 造成人压人的情况 位于浙江杭州的杭州南站 六号晚间九点多 附近的演唱会散场 多达上千人涌入 加上刚好两辆列车同时到站 差点酿成踩踏事件 差点酿成踩踏事件的 还有河南的保全旅游度假区 由于人潮众多 围栏却紧闭 有民众被挤到受不了 干脆爬上栏杆自救 欢迎来到中国美景 中国大陆清明三天廉价 超过1.19亿人次出游 创历史新高 山东济南市区的暴徒权公园 还有一名保全 被人潮挤到上半身倾斜 必须仅仅抱着实柱 不然会直接掉下水 今天人比昨天还要多 没事 只能自己出医 网友戏称各处知名景点 仿佛都涌入了一亿人 像是江苏南京的 红山森林动物园 光一个上午 参观猫雄馆的就多达一万人次 排队人龙绵延到大门口 连警卫都受不了 清明廉价期间 大陆景点门票预定量 普遍暴增2到5倍 到处人潮满满 带动餐饮旅宿业 业绩大爆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到下载T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